3月24日,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召开领区学联主席春季茶话会。 正希元总领事与曼城领区22个学联主席举行座谈。 赵江参赞,陈学峰领事陪同出席座谈会。 正希元总领事和各学联负责人亲切交谈,了解各校中国留学生生活学习情况。 他谈到,今年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。 100年前,20万华工来到欧洲,其中有很多在利物浦登陆。 他们陆续派往各个战场,承担繁重兼具的后勤保障任务。 有很多人牺牲了至今仍长眠在异国的土地。 正是在欧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上,帝国主义列强断然拒绝了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要求, 20万华工血汗白流。 由此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。 近百年来,为中华之崛起,一代代中国青年前赴后继浴血奋斗, 为民族独立与解放付出了极大的热情与牺牲。 最近,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, 特别指出,现代中国青年要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, 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, 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有用人才。 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,遵照总书记的指示, 树立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, 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。 长话会上,全英学联副主席李超, 曼城领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左甲子, 曼城学联主席徐罗云, 纽卡斯尔学联主席周诗强, 曼城领区学联实际媒体东讯社社长王彦村等一次发言。 大家纷纷表示, 国家的日益强大使海外学子悲感自豪。 每位海外学子都欣系祖国, 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建设发展, 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。 直此五四运动百年之际, 我们应继承前辈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, 坚定信念,刻苦学习, 早日学成,报效祖国。 活动中,郑总领事接受了采访。 北英格兰地区的22个学联负责人一起, 还有我们教育组的老师, 大家围坐一堂, 共同地学习, 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政治理论课老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, 大家觉得都非常地有意义, 因为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。 那么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, 习近平总书记利用了我们这样一个座谈会的机会, 分享他的这些深邃的思想, 对我们深刻地理解五四运动的意义, 理解我们民族互信的大业, 还有更深刻地理解我们两个本业目标, 都具有很好的指导性。 那么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方, 学习、深造, 为了国家的建设, 国家经济的转型, 在做知识的准备, 也同时了解认识欧洲的文化,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。 同学们特别结合我们北英格兰地区自己特殊的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, 大家今天的发言也讲得特别的好, 对怎么样承载自己的责任, 怎么样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, 能够更好地回国报效国家, 报效自己的人民, 有非常真诚的一些发言, 我听到也非常地有启发。 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中, 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, 也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所承担的一种责任, 在以后的成长的道路上, 把个人的命运和我们民族的命运更好地结合到一起。